Lady Gaga她主演的电影 一个巨星的诞生 最近也在威尼斯影展举行的首映 那一项造型都是比较夸张 比较惊人的Lady Gaga 这次真的是改变了风格 其实她近年来的风格 都没有以前那么前卫了 那这次是以一身浪漫的 这个粉红色羽毛装出席 虽然也是蛮有存在感的 但是是走优雅的路线 她自己本人对这个造型 可以说是非常的满意 因为她在Instagram上面 发了这张造型的照片的推文 就有六篇 这个表示她对这个造型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薪水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Lady Gaga的新造型 女神卡卡现身水都威尼斯 参加她首挑大梁主演的电影 一个巨星的诞生首映 歌迷为了一睹卡卡风采几包会场 女神卡卡身穿一席优雅的多层次 粉红色羽毛礼服戏剧化登场 立刻成为全场焦点 在卡卡到达会场时 身兼男主角以及制片和导演的布莱德利库博 不但绅士的搀扶卡卡下车 两人还亲密的手牵着手走上红毯 引爆全场歌迷情绪尖叫声不断 这次女神卡卡在戏中几乎是全素颜演出 预告推出后很多人一开始都认不出卡卡 直到听见片中震撼的歌声 才发现原来女主角是女神卡卡 她也在首映记者会上透露 素颜演出对她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一个巨星的诞生重拍好莱坞经典旧片 曾翻拍过的三个版本 除了巴巴拉史翠山之外 另外两版的男女主角都曾提名 历届奥斯卡影帝后 而女主角卡卡在片中的表现 即获好评 该片加贫如潮 虽然这次在威尼斯只是观摩放映 但布莱德利库博和女神卡卡 也都已经被看好角逐奥斯卡影帝影后